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一 作者 毛海贱 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虎门战败了 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核 其善罢免了 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 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 清军巨战必败 但是道光帝由内阁名发的 格拿剑鸭齐善的上狱中 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 齐善被英军恐吓 奏报岳省情形 妄称地力无药可恶 军械无力可视 兵力不顾 民情不坚 摘举数端 威严要挟 更不知是何肺腑 如此孤恩勿国 实属丧尸天良 在此 道光帝将其善对军情的 如实陈词 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 要挟道光帝的威严 并予以道德的斥责 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浅口令 封住了杨芳和义山的嘴巴 不仅不许拜 而且不许言拜 这就把杨芳和义山推上绝路 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捏晃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化的天然屏障 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1841年3月5日 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 当地的官身市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荡一线战斗之后 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勇炮台 3月2日又克帕州炮台 3月3日再克皮州炮台 冰封距广州仅有数公里 已于2月28日与宜良共同出世 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的齐扇 此时竟不顾圣怒 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3月3日 派广州知府于宝纯前往英建 面建义律 要求停战 理由十分奇妙 齐决即将罢处 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 告诉讨债的打手 别打了 我已经没钱了 一样 一律让于宝纯带回一纸 约一级兵条约 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 赔款增至1200万两 割地增加尖沙嘴 也就是九龙 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 由于知道齐善将倒台 一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京阿 广东巡抚宜梁 前梁广总督林则徐 邓廷真 在三天之内 共同当面盖赴公印 这样的条件 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三天的期限 于3月6日到期 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 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 怎能不让官吏以为长城呢 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 杨芳的地位绝非一般 杨芳 贵州松桃人 15岁从军 至此已经戎马55载 身经百战 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 而官列总兵 属雇员提督 以平定河南天理教 而获云其位适职 因统步步言 曾多次罢免 但谁都知道 他是个打仗的好手 一遇战端 就请他出山 果然战功卓著 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 在道光初年 平定张戈尔之意 那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 率兵穷追 秦获张戈尔 建宋北京 道光帝亲自授服 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 封三等国永侯 授玉前侍卫 加太子太保 会向紫光阁 赏用紫江 双眼花灵 在紫禁城骑马 赐骑子为举人 至于衣料 袍挂 颁纸 珊瑚等等赏赐 就难以罗列了 1835年 杨芳已经65岁 以并求退 获准 可第二年 湖南镇甘镇兵变 道光帝又启用他 他来广东前 官位湖南提督 正准备进京请训 行至江西封城 于2月12日 奉到参赞大臣的任命 立即折到南下 道光帝此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以亲信皇旨 一山为主帅 文有龙文 十任军机大臣 户部尚书 武有杨芳 在这三人之中 道光帝对杨芳的希望最大 祭求在南国的海江 再展昔日西北的荣光 与齐善相比 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 且不论他几上几下 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 就同为侯爵 也不像齐善靠的是祖宗 而是硬碰硬 凭着手中的刀锚弓箭 打出来的 然而 杨芳的战马 从未涉足广东 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力一样 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就在杨芳到职后的第二天 义律已约定的七线已到 于三月六日发兵进攻 现列德二沙尾炮台 守军大溃 列德二沙尾金仪淑广州市区 距当时的广州城东南角 仅有三公里 英军已经看见了广州的城墙 可就在当日 义律发布告示 表示愿意停战 据英方的记载 清方又派出于宝纯前往谈判 表示尽管广东当局也希望停战 但皇帝绝不会批准 于宝纯的这一行动 无疑是得到了杨芳的批准 这很可能是这位参赞大臣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 义律的要求 虽未得到满足 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 杨芳又做了什么呢 一丝家记载称 杨芳到广州后 中日为购钟表洋货为事 夜则买翘筒取乐 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替发 装跟班送进 该记录又称 杨侯出来实无经济 为之购买马桶玉炮 纸扎草人 建道场 捣鬼神 燃上天造炮位 军器 木牌等事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玉炮的情节 另一丝家记载说 杨芳认为 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扶其内 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逆气 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 也就是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 这种方法是否采用 还不能得到证实 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勇 也就是在乌勇作战采用 而早在洋方到达前 乌勇以为英军所拒 但是从马桶 草人 道场 鬼神 背后表现出来的 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 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 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 从3月5日至18日 或杨芳来拜 或林则徐拜杨芳 短短的14天内 见面就有11次之多 3月19日 因局势紧急 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 仍有不便商级之处 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 同住了8天 3月26日 杨芳另签寓所 但与林则徐的交往仍十分密切 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 我们不知道林和杨商议的内容 但杨芳的各种行动 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根据杨芳的奏折 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 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港 各派兵一千名助手 他还在省河上构筑色河木牌 牌上安放木桶 不知道是否就是民间传说的马桶 内处毒药同油 准备火攻 英方的记载称 清方大做战备 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 除此之外 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 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 以离间英美 作收以仪质疑之效 而义律文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 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 那么谁也做不成 英军此时也没有闲着 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后 开始闯入河南水道 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 3月13日 正当被押的齐扇借离广州之时 战火又起 英军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教炮台 义律的情报似乎慢了一些 他显然不知道齐扇已经北行 于3月16日 再给齐扇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赵慧 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 由大黄教北上准备送往省城 但是途经凤凰港炮台时 由洋方派往该处的江西兵 很可能还不知道白旗规则 发炮轰击 英船只得退回 此次战斗被描绘成一个大胜仗 后面将降述 义律对此绝技报复 发兵大肆进攻 自3月18日上午起 英舰由大黄教北上 连克凤凰港 永静炮台 西炮台 海珠炮台 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 至下午4时 英军占据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 在时隔两年之后 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至此广州城的东西两路已全无屏障 完全暴露在英舰的炮火之下 根据林则徐日记 英舰向省城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 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微城 让我们回过头来 检讨一下 自2月27日乌勇之战 至3月18日 英军重战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核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 广州的各位主帅 林则徐 齐善 宜良 杨芳 都已注意到 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核防御 先后拨兵拨炮 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 或以木桩阻塞 以防英舰直逼广州 其中乌勇炮台齐善派湖南兵900名 核支本地守军700名 共计1600名 临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 甘米利志号和40艘战船 兵力不为不后 结果大败 阵亡总兵降服以下446名 大多在溃逃时被鹰炮击毙 二沙尾列德一带 不仅有炮台 而且河道已阻塞 齐善先是派宜良前往坐镇 后改由江西南干镇总兵长春驻守 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 守军竟坐势不顾 一经交战即大溃 凤凰港一带 洋方派兵一千名 然而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 大皇教炮台守军将领 在临战前一天 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你也不要放炮 我也不要放炮 谁都不要放炮 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 给皇帝留面子 然后走掉 对于这样的军人 我们能做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 这二十天的广州内核战斗 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 军营十余座 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 缴获大小火炮 共计约四百位 而英军这些军事行动 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 如最为激烈的乌勇之战 为英舰五艘 轮船两艘 又如最戏剧化的大皇教炮台之战 为英舰两艘 轮船一艘 就是三月十八日 横行审核令杨方震惊的那次行动 英军也仅动用了五艘战舰 两艘轮船 一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 历来说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核 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 此次饱偿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 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 英军在内核战斗中伤亡极轻 三月十八日的战斗仅受伤八人 其余各次战斗 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 1841年3月13日 正当大皇教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 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 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 在三天的航行中 这只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六座炮台 击毁了清军九艘战船 毁坏了清军一百多门大炮 并拆除了多道蓝江障碍 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 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 整个行动犹如假日郊外野餐 从三月五日至三月十八日 战功赫赫的国永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 他手中并没有制服这些疑人的招数 他已经从来月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